在做嵌入室的工程師 所以我碰到電路板、電路、寫審室、單晶片 然後Embedded這一塊東西 所以我希望說可以透過網路的技術 讓我的硬體可以接收到網路上去連上物靈網 所以我們兩個就遇到對方了 遇到對方之後呢 我們本來想說在那個團體裡面我們可以互通友 他可以教我網路東西我可以加硬體的東西 於是我的想像裡面是什麼 我可以學會一點硬體 然後在上面架構 跟Caseer學了一點軟體之後 我可以自己架構用硬體來跟網路連結 來把我的東西做到網路上 那Caseer那邊想到的是什麼呢 他可以透過在這邊學到一部分的硬體 然後把它放到網路上之後 可以去做物聯網的控制 可是呢 事實上跟我們講的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硬體跟網路這一塊 基本上就是像北騎熊跟企鵝一樣 他們兩個雖然都在騎體 可是基本上他們都碰不到對方 所以基本上我們交了對方半天 然後我們都學不會對方的東西 這就是結論 所以我們決定做什麼事情呢 所以我們決定同盟 我們決定就是好吧 那我們也不知道對方的東西 以其這樣子我們共同沒有無法的 我們組成一個team 那組成team之後我們就想說 好 那不然我們要去做什麼東西 那時候我們想好多好多的題目 所以我們發現的這個東西 是我的朋友Caseer跟我提的 他說 有一個東西叫做燈空低溫料理 它是源自於科學料理的一部分 我說這什麼東西啊 他說你有沒有聽過前微軟的CT有講過一句話說 你既然能夠用我們現在的科技去探測太空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讓牛排變得更好吃 於是我說好像有一半道理 我學了這麼多的硬體 他學了這麼多軟體 如果可以把我們學的電子跟資訊的技術 用在主材上也蠻不錯的 所以有一次我們就開始挑發 那我們就試著要去做這樣一個產品 把我們的這種比較特殊的技術 應用在做廚藝飛廣 那同一個時間 當我們全球隊題目的時候 因為我們發覺隔天好像是 那個7月8號 我們在7月6號、7月7號左右 就決定說要做這個東西 然後 就是聯巴科的通訊大賽 那因為我本身還在台客大陸博士館 那我蠻長寫計畫 蠻長參加比賽的 所以我說不然這樣好 既然都要做了 給自己一點壓力好了 於是我就一個晚上到卡西爾的那個工產辦公室 然後就打了我們的報告 然後就把他送出去到聯巴克 那第一次來做錯 我們就入圍了 那入圍之後呢 剛剛有提到一個Mocadversity的計畫 特別要在講歷史 好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團隊的歷史 如果大家如果期待你講硬體 我們等一下等一下會後多聊一點 因為我主要今天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台地人 好 這樣圖是什麼呢 這就是當Mocadversity那個時候 他有個計畫是說 當我們在暑假的時候 他希望帶我們到深圳去做 過暑假 然後在深圳裡面去做Hexon 那他選擇地點就是深圳Seed 然後到Seed的辦公室去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機票滿著 然後就衝到深圳去 那決定要開始做一個Hexon 也就是說我們既然結婚決定了 那我們就到那邊去把我們的東西 Prototype實現出來 於是乎這就是我們的混亂的桌面 為什麼打模糊呢 因為也不太敢見了 用了三部電腦去控制一台電 那個時候他們不是電鍋 他們是一個叫做電火鍋的東西 用一堆電腦還有那個電鍋的盒子 然後板子去控制那個電火鍋 那我們來看清楚一點的東西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那個時候亂搞的一個結果 那當初就是用Nin2-1的板子 然後透過這個是在Seed的垃圾堆裡面 撿到了一塊壞掉的氣墊器的板子 然後把它隨便接一接 然後這裡有一個插座 那個插座其實也是在Seed裡面的倉庫 發現他們不要的東西 然後就自己把它Pay先Pay弄一弄 然後就把它接一接 就開始控制這個電鍋 好 這電鍋其實是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偷包買過去的 好 那這是另外一個角度看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Hexong的目的 它其實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產品 叫Reform 這個東西 它那時候要推出 所以它其實是用Hexong 是用這個Reform 做為我們的一個組織 那我們既然是因為有目的去的 就是Hex 這個東西我們還是有摸一下 可是事實上 我們還是在開發我們的Hawai 的部分 好 那我們Hawai開發完之後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煮蛋 因為如果一個水溫的控制 控制好跟壞 可以取決你的蛋好吃跟不好吃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去看我們的超市 去買了一堆蛋 因為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都是肉食主義的 其實我們蠻喜歡吃肉的 可是因為在那個地方 找不到肉買 所以我們就蛋對方便 就把它丟進去做 OK 那在主蛋的時候呢 我們就跑到樓上去 去相關他們採訪 哇 我們就哇 哇 好多零一萬喔 哇 好多零一萬盒子喔 哇 好多是他們的生產產線 但很開心的突然電話打上來 說 欸欸欸 你們聽過的水塊股肝了 原來還是我們的城市當票 因為我們城市那個時候才剛第一版沒寫好 我們以為他可以walk了 然後就把他丟了 都不理他 然後我們就去樓上 結果因為 那個時候網路是聯合的手機 然後人走掉了 手機就離線了 然後我們的板子就 一直通電 然後我們的裡面 因為是電話 它的網測數大概1400網 所以一瞬間裡面 當然就全收掉了 OK 那這張是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肉燃成品 在做比線的時候 的一張合拍的照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那個示範的照片 就是這個 當我們發現的時候 我們蛋黃全部都已經全熟了 就是 就是一般的水土蛋 沒有什麼特殊的 那 當我們修正之後 然後再把它改進它的一些 正常的流程之後 我們就堵住了我們第一個的 水土蛋在裡面 那一個就是水波蛋 那水波蛋特色就是 它其實是半生熟的蛋 可是它不完全的硬 它也不完全的軟 那它就是西式料裡面 裡面配譬如說 配義大利麵 或做辦理理科大利麵 最基本的一個水波蛋 好 之後我們就回台灣 回台灣 緊接著就是要去比 年發科的通訊大賽 那 很不幸的 我就把我的電火鍋 的延長線 就丟到我 帶回來 所以回了台灣之後 我們只好 趕快把大銅電鍋拿出來 那 把大銅電鍋接上去 那時候我回來的時候 有拿到一塊 那個Liggy One的開發板 所以我就決定 不然這樣跑 因為那個時候在大陸版本是 沒有 溫度器跟我的控制器 是間在一起 沒有把它分開 那我就想要透過 Reform的藍牙 來做一個低空化藍牙 然後把它跟我的 做結合之後 可以把它兩個東西分開 然後拿別的 看起來比較 方便一點的一個連結 不用錢一堆這樣子 那所以 這就是我們開始做的 那趕工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平常都要上課 上班 所以晚上的時間去趕工 趕工到一半呢 就會吃宵夜 因為就要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拿來煮 煮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enjoy 我們的宵夜 然後呢 再繼續 隔天繼續 趕工 剛剛過應急嘛 現在就還是做往夜 因為做完之後呢 一樣 繼續再吃宵夜 呵呵呵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肉的循環 所以我們吃了很多的肉 很開心 那之後做出我們第一代的那個版本 那 不知道你們知道這黑棋裡是什麼東西嗎 這其實是那個 小當家的 對 沒錯 那個時候就是 其實我們是用HBud 這個名字去爆 連發這個比賽 我們是用 安排料理界這個名字 這個比賽 那 所以我們就做出了這個第一版的 控制器 然後他故意把這個電路板歪到這樣 就好像我們很認真地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 這裡面就是一個reform 那這邊是linky1 好 所以呢 整體架構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整體架構就是 我們大概把它拆成幾個部分 你看 第一個就是說 有一個是網路的部分 這是server side 然後我控制器呢 會透過網路跟我的server side 去做連結 那透過藍牙跟我的波蓋這邊的 溫度感這些做連結 那最後我們會透過激電器來控制我們加熱波 那透過裡面的引測法 你還會提到 來 讓我們可以做到這個科學料理的功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講到這個reform的部分 也就是說其實這邊板一開始做 linky1做 後來我們是改用reform做 那reform這部分的話 就是它基本上 GPIO就是要去控制我們的熱電網 那個時候的版本還是用熱電網做的 因為那個時候覺得熱電網還是比較便宜 比較好用 不過 如果我畫有改版 對 再來就是LCT跟觸控螢幕的UI 還有藍牙的連結 還有裡面的一些菜單 譬如說裡面預測一些菜單 放在裡面的一些動作 都把它放在reform上去做 那後來 應該說話說後來 就是說我們控制到linky1的這個部分 除了基本的一樣就是 GPIO控制POW Wi-Fi連接到Internet 還有藍牙連接到剛剛溫度機之外 有一個重點就是這裡有一個PID 這裡有一個PID 那PID是 我們要控制 在那個自動控制裡面 PID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控制方法 因為我們以前在控制電鍋 我原本的想法是說 我到了這個溫度就把它關掉 地域有沒有溫度就把它打開 那它的控制的溫差會很大 所以為了解釋這個問題 我們用了一個說話叫PID的控制法 那PID 如果各位有機會接觸3D印表機 基本上3D印表機裡面的控問題 我們一定要用PID來做 那我們同樣是用PID來做我們電鍋的部分的控制 來降低它的那個曲線波動 那再來有一個東西叫Web Stocking 那個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不懂什麼叫Web Stocking 那後來是因為到那個某個設定裡面去學 然後透過網路的技術 現在基本Web Stocking的跟Co-App 這兩個通訊決定現在還蠻夯的 因為現在應用在要做物聯網這一塊 基本上就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通訊鞋墊 最後就是有一個這個DDP 等一下我的Panel應該會再跟各位解釋這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在做我們物聯網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菜單跟我們的機器事件同步 還有手機事件同步 我們用的一比較特殊的協定叫DDP的協定 來完成這一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ServerSign的部分 所以ServerSign的部分的話 我們的設計基本上就是比較偏遷在比較新的一些物聯網的設計 架構性小 所以以前是LongoDB 然後我們中間是用NodeJS做我們的後台 然後Meteer做我們的旋轉的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架構這個DDP DDP的那個通訊鞋墊來做我們菜單的選擇跟Download的這一塊 最後一個App這樣子 好 講了好多好硬的東西 先看一下 這是我們預期的功能 當然我們最後目前的版本還在訓練 因為我們一直在過程中我們改了好幾個版本 那這個是期待我們最後做出來的版本會是類似這樣的 他可以知道說你現在有做這個菜菜大家要做多久的時間 然後目前有多少人喜歡這道菜 然後看起來顏色應該會是什麼顏色啦 手機菜的一樣會是同樣的一個結果 那選擇完Recipe之後 基本上它點進Recipe裡面它就會有一個功能 就是什麼 就是它會連接到我們網路的那個曲線庫 告訴人家說 如果我要煮這道菜它的曲線應該是怎麼走 那當然說非法的曲線是比較固定的 不過如果說我們今天是要做一些比較特殊的料理 你要記得它會有一些曲線的波動 不過這個波動有點誇張 真的說是稍微跨了一隻一隻 那我們就沒有Cook跟Bug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想了一個想法 就是說 好 那就是我可以直接用我的軟體 就控制我的電鍋之外 我還可以去監控說 我現在煮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意外發生 那是不是比如電鍋或計電器這些東西 會不會有些故障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軟體來知道這件事情 最後Bug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需要這些食材的話 你可以透過Bug 快速幫你打爆這些食材讓你買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去比連發顆的時候 我們其實機器是叫做E-E-S-V 這個名稱就是 本來就叫做E-S-V 後來就覺得這個名字有點遜 後來就沒有引用下去 那那個時候就想說 OK 那就是我們的這一塊 就是剛剛講的我們那個硬體控制器 就是E-E-T1控制的這一塊 然後他會去控制我們電鍋 然後透過網路會自己到我們的Cloud這邊去 拉我們資料下 手機的User只要自己跟Cloud做連結 然後去選擇不到菜單 他自動就可以去把我要東西的參數 下載下來 而不是透過手機download去給我們的機器 這樣會比較直接 那當然如果今天網路不是很順 可以透過軟體來直接把它扔過去 這也是我們預期的結果這樣子 那最後有一些功能就是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做更好的時候 也許可以有一些 他們自己可以打造他們自己的料理 或者說透過跟樂理報業者合作 他們可以把這些東西 載備到我們的用戶手上 然後只要把它丟到我們的店鋪裡面去 按一個按鍵 那就可以做了 這是我們期待的結果這樣 那不立望東不立望東 弄了很多事情之後 我們終於就是在聯發課的比賽上 就是展示到我們的東西 那也大概那個時候還運氣還不錯 就是拿到了亞軍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最後的產品 就是我們在比賽過程中有兩版 剛才是藍色的那一版 這版就是黑色的那一版 那黑色的那一版我們 我們例稱叫做它是光明燈 因為這個裝作 所以公司計算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我希望透過顏色來告訴人家說 它現在有空熱狀態 像後面它是綠色 意思就是它現在正在加熱 那如果它組好了 它就會變成黃色 或者發現連線 然後有異常會從紅色的一個狀態 所以本來希望這樣告訴使用者 那這邊一樣是藍牙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做得比較可愛一點 因為當初是做事是方向比較醜 我們就把它做得比較可愛 讓它變成一個Oreal的一個形狀 叫Q 好 接下來就是說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那有人問我說 那到底其實 Linked by拿那些本子 到底開發起來有沒有什麼 適不適用 好不好用啊 第一個是說 我們那時候發現 我們用的是熱電偶 那熱電偶這個溫度元件 基本上如果你要使用它的時候 你如果買便宜的 它的溫差很大 正負三度 K-Type的熱電偶 可是如果說你買好一點的 那它可能就是正負0度 甚至0.5度的誤差 是非常好沒有錯 可是 它相對你要面臨的問題就是 你要負擔比較重的成本 所以那個時候我決定 如果說我既然要當比較重的成本 那我才會用數位式的 因為數位式的每一個其實都校正好 其實我今天是買一個比較高等級的回來 那我還是要校正的這一塊 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我喜歡說 不然我改數位式的這一塊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 換了這一組的那個 溫度Sensor 叫db18b20的一個溫度Sensor 然後換了這個溫度Sensor之後 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Nicky1它提供很多的Library沒有錯 那即使你在學習它的過程中 你有這麼多Library可以去爬的 那都是紅綠連結構的變身 代表說我都爬過 代表說我學過 那可是當你拿到db18b20的時候 還是會有同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是一個one wire的元件 那one wire的元件 它在trigger的時候 它是比較快速的trigger 所以它要到microsoft等級的一個控制 那還ok是說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Nicky1它這邊 它在做one wire就是有人有 它的release 它的層次庫 所以我就到網路上去找 原來它解決這個問題 是裡面它有一個 delay microsecond的機構 這個機制 還可以讓它做到 蠻微細的一個delay 所以這個Sensor一樣可以繼續work 所以ok 沒問題 那所以我們的後面燈 就用Nicky1做出網 那接下來要講我們的 Oreal的藍牙溫度計的部分 那藍牙溫度計的部分 用的是 因為 對不起 太快了 應該說 光明在上面有個燈 那燈是 WS2812的這個燈 這個2812的燈 它 有個問題 有個問題就是說 它除了剛剛 它也有one wire 那剛剛的18B20 one wire的時候 它是microsecond等級 它這個 WS2812它是 nenosecond等級 所以問題就更大了 這個時候我就完全無解 你知道 就是找不到那個library去解 其實後來 我就是 其實後來我就是 有現成的那個adafoot的library 有 對 所以我也是有參考adafoot的library 那你知道adafoot的library 因為它怎麼去解這個問題嗎 事實上它裡面有separate code 對它這些東西去處理這些 那我發現就是 這個機制在link1裡面好像是不能動的 那即使我想要去做的時候 我發現link1它裡面有時候 它裡面的 RX 中段在link1 API裡面 它會有一些 執行的優先權上面的問題 所以 解決不太屌 所以怎麼辦 其實有點偷懶 就是直接把一個arduno放進去 讓link1控制arduno 它是控制等等 不過這是一個比較奢侈的版本 所以一樣就是這個 因為它底層是assembly code 它 arduno的code不是link1的code 所以它連結上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在link1做移植上面的問題 那 我剛剛這頁應該是擺球 這頁應該講那個18V20 所以這頁有點range錯了 所以我就直接看它整個 反正總是做出來就是 Oreo 這是我們的那個 Oreo的底竿那一塊 那裡面的底層跑的是 那個 Tip的他們推的Killer Reform 它裡面的Oil就是跑這個界面 然後 跟它的觸控界面都是這一塊 所以要不要點這個 溫度計的東西進去 它就會看到現在的溫度 跟我的目標 跟現在的溫度 那點這一個 中間的這一個 燈泡進去 就可以選一個辦法 菜單的曲線 那 OK 所以這個時候是講說 它那個時候提供很多的module Refone提供很多的module 可是這些module裡面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它的做法 就是 不管它怎麼做 只要你要處理高速的狀況的時候 它會提供你一個東西 就是另外一個板子 它的高速的IO 它不會自己去處理 它會另外給你一個MCU板 MCU板裡面就直接上一個32U4 其實什麼意思 其實也是 Arduino裡面的那個 你要納多那塊板子的核心 所以基本上 它還是 希望把 比較 OF那一塊東西 是 Refone自己做 那把 OPEX的那個 一體公司 它還是希望你快個單進 可以比較快一點 因為 SEED他們的概念是做 開發版 比較不是做 產品 所以它會覺得 你用開發版可以疊出來的東西 結果可以解決 所以 同樣的ID有用到我們東西 不管是用哪一塊 比如說這是它的 五層機的矩陣掃描 它裡面的扣 它在它的核心裡面 塞了一個 愛你的CPU 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它開發版做法的方向都這樣 所以導致告訴我一件事情 就是 好 如果今天我要做這個板子的話 我也要學它一個東西 就是我拿一個MCU 放在我的板子來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 後來就是 在REFORM裡面 我的18B20 是透過另外一顆Arduino板子去控制 所以事實上 我在藍牙這一塊 跟 在這一個封鳴燈的門本裡面 藍牙這一塊 跟我的 電源這一塊 它的 比較高速的Io 後來就丟給Arduino去做 那 這兩個比較初級 在通訊 在譬如藍牙通訊 跟網路通訊 是這邊自己去解決 那當然 這個是做 我們的 前面比賽的版本 功能為第一 我們第一有限考量 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 是想要推一個 田劍包的組合 希望說這個東西它可以 真正的平民化到每一個人 就是可以很簡單的擁有它 跟組合它 所以那個時候 剛好這個最近 反正我們比賽結束的時候 那個連發克推了一個 76882的這個板子 所以我就想說 嗯 如果說我先不要管 萊牙這件事情 先占就WiFi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76882上面 對我來講是一個 還蠻大的幫助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是硬體工程師 如果說我要在我的 另一半裡面 還要去架豆網路這一塊 其實 對我來講 Loading還蠻重的 所以我們有花很多 一段時間是 我寫好硬體之後 那 我的搭檔另外去寫 軟體的扣 然後這兩個扣 它去做結合的動作 那我們裡面就要去媒合說 我們裡面的方權 特別是在Arduino開發環境裡面 做兩個人的那個 工作其實是還蠻困難的 所以 在Due裡面 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它在 網路連結的部分 就是純粹的 用到這些去做連結 那在我們的那個 IO控制的部分 就會單純是用我們的 Arduino的部分 去做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發現7688 在這個版本裡面 確實是 反正適合我們在開發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把它移過去 那這個版本呢 呃 我還在開發的時候 所以還沒 有網路上有履歷其實 一些電路圖出來 可是 還在鼓勵修正它 所以目前版本 只有看到 我已經可以 呃 改變了一些東西 我的Input的介面呢 希望可以簡單一點 變成是一個 旋轉開關 旋轉變化器旋轉開關 然後去控制我要的溫度 然後一樣這邊會有一個 溫度生存去進行